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米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个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 它是二二年十一月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刚刚成为商家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了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容易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光泛 10月3日 江苏南京 网传某游客在南京中山风景区停车7小时被收取停车费217.5元 对此 中山风景区停车场管理人员回应称 视频中的停车场是名校01号门停车场 也是中山风景区核心区域主要停车场之一 平时小型车是12元每小时 国庆春节长假期间是30元每小时 该标准是2018年中山风景区为环节景区道路压力 保护生态环境实行的分层管理 措施收费停车收费模式 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来执行 目前已实行6、7年了 目前景区经过调取收费系统 已核实该车主停车7个多小时 交费217.5元 是严格按照收费标准来收取的 不存在误收多收 欧盟计划于10月4日 就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进行表决投票 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3日在社交媒体表示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会扼杀欧洲经济未来的竞争力 匈牙利将在4日投票反对这一提案 西亚尔多表示 这一提案遭到欧洲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反对 从整个欧洲经济来看 这一提案风险极大极度危险 蔡宝君先后深入苏雅乐小区施工现场 东加油站 塔拉幼儿园 东润发超市进行实地查看 详细了解安全生产和管理情况 以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隐患排查工作情况 蔡宝君强调 安全生产是头等大事 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 安全生产这根弦 落实好主体责任 持续强化安全意识 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理念 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 认真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相关职能部门要把安全工作放在首要位置 进一步加大节日期间 安全生产监管力度 尤其要加强对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 重点场所安全生产隐患的检查 跟踪落实整改措施 完善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切实将各项安全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抓实 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安全 稳定 祥和的节日氛围 其领导陈庆华 王家继参加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山西日报新媒体综合报道 10月7日 假期进入缓程阶段 预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 为6300万辆次左右 预计16到19点 为一发生拥堵时段 预计高速公路 亦拥堵缓行路段主要为 京哈高速葫芦岛段 京海高速苍州段 武申高速郑州段 广澳高速东山段 神海高速南通段等 繁忙服务区主要为 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 京湖高速无锡眉村服务区 和高流龙奔服务区 京湖高速莱武服务区 神海高速先锋服务区等 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 截至今日24时 小客车免费通行 全国收费公路的截止时间 为今天的24点 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时间 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 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 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 建议根据实际位置和时间 就近选择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 避免应赶时间超速行驶 而引发安全事故 同时可最大限度地享受免费政策 今日全国民航旅客量 预计将超220万人次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 今天国内航线计划 执行航班量超1.7万万次 出入境航线计划 执行航班量超2500万次 全国民航旅客量预计将超220万人次 今天国内最繁忙的机场有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昏明长水国际机场 上海洪桥国际机场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据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预报 今天全国大部地区 为情道多云的试行天气 厦门高级国际机场 今天15到19点 有中等天墙的雷雨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1986万人次 加开列车 1705列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 10月6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852.4万人次 10月7日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986万人次 安排加开列车 1705列 齐鲁网闪电新闻 9月30日讯 由闪电新闻客户端推出的 闪电工艺市级社区便民系列活动 29日走进济南市南泉湖社区 作为闪电工艺市级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由宜领药业携手济南市树与平民大药房 共同举办的健康呼吸畅享生活 2024莲花呼吸健康公益型活动 同步举行 现场吸引500余名群众参与 此次健康呼吸畅享生活 2024莲花呼吸健康公益型活动 旨在提高公众对呼吸道疾病防范的健康意识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与 主办方精心安排了丰富的互动环节 包括免费健康检测 科普讲座 互动体验 健康咨询等 通过此次莲花呼吸健康公益型活动 市民们增进了对呼吸道相关疾病的了解 也学会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好防范 活动现场 还设置了多个互动体验区 游戏互动区 律师免费咨询区等 闪电律师团入住成员 现场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 活动现场 专业药师提醒市民 出现感冒等症状时 可以考虑莲花清瘟等既能抗病毒 又能调节免疫的中毒药 如果症状严重或持续不退 需及时就医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 许多市民选择出门度假 可随身携带一些常用药品 以备不时之需 闪电工艺市集 是闪电新闻客户端发起的社区便民系列活动 旨在打造及政策宣传 便民服务 爱心议诊 法律咨询 心理服务 文化慧眼 非仪手工 特色美食 闲置幻想等于一体的公益摊位 将小集市汇聚成大公益 9月30日 北京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相关政策的通知 推出了八项政策 其中提到申请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 可贷款额度上付40万元 早在今年6月北京市住建委公积金中心等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对经级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购买第二套住房的 在个人住房贷款中认定为首套住房 集对经级购房家庭且有两个集以上未成年子女的购买第二套住房可优化为首套住房 文件实施三个月 公积金中心受理多子女家庭优化为首套住房的贷款申请975比10.25亿元 平均贷款额度105万元 效果凸显 此次新政实施后 估算平均贷款额度将达到140万元以上 有利减轻多子女家庭购房负担 在支持建筑绿色发展方面 对个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 装配式建筑及超低能耗建筑 及与支持建筑区分首套房和二套房 不区分新建筑房和存量住房 均纳入支持范围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表示 文件实施三个月 受理建筑绿色类住房贷款5077比55.01亿元 分别占三个月以来受理比数 金额的28% 34% 平均贷款额108.35万元 较2023年全年平均贷款额71.34万元 相比上升37万元 存量住房支持政策已于10月1日实施 可提振住房消费信心 有利促进北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要突出预防在先 强化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 堂劳森林草原防灭火重大责任 扭住野外火源管控和人民防线两个重点 全时段全覆盖监测 发现火情快速集结 打早打小 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 不能用食无备 夯食防灭火基础 坚决保障群众和铺救人员生命安全 会议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凝解安全生产责任链条 坚持眼睛向下加快补其基层安全生产保障管板 要加强节日期间职守 如意突发事件果断决策 稳活处置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营造安全稳定氛围 黄志强出席 10月8日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源车务段传出消息 15日零时起 铁路部门将调整列车 广源车务段将新增客车四趟 据广源车务段宣传部门负责人丁兆学介绍 此次调图新增的四趟客运列车分别为 南冲北到八中东C724次 八中东到南冲北15125次 乐山到德阳C6334次延长至广源中道 德阳到成都东C6233次延长至广源始发 令西 此次调图后 广源车务段调整了馆内六趟客车的日常线运行区段 八中东到重庆西C676 C714次 运行区段调整为八中东到江北机场 成都东到八中第5122次 运行区段调整为贵阳北到八中东 经成贵客专 乘以高速 沪荣县 达城县 巴南高铁运行 八中东到成都东第5121次 运行区段调整为八中东到自贡 经八南高铁达城县 沪荣县 乘以高速运行 成都东到八中东第5124次 运行区段调整为自贡到八中东 经成贵高速 沪荣县 达城县 巴南高铁运行 八中东到成都东第5123次 运行区段调整为八中东六盘水 经八南高铁达城县 沪荣县 乘以高速 成贵客专 沪坤高铁 安六客专运行 广源车务段提醒广大市民 辛苦列车开行详情 请以车站公告和中国铁路12306网站公布为准 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有出行需求的旅客 可登陆中国铁路12306网站 车站窗口购买车票 免则声明 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 版权和其他问题 请在30日内与本公众号联系 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10月8日 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 并回答媒体提问 发布会上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 宣传司副司长米峰表示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是全生命周期健康的重要基础 在今年上半年 国家卫健委专门发布了健康素养新66条 就是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大家应知应晦的一些基本的健康知识和技能 为了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 国家卫健委会同教育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 将健康素养66条的核心内容纳入到学校的健康教育 主要包括8个融入 融入体育与健康课程 融入学生心理健康大讲堂 融入教师培训 融入校内讲座 融入主题班会 融入校园环境 融入家长课堂 融入学生实践活动 米峰表示 在具体的实践中 国家卫健委特别强调要把握好几个工作原则 一是健康教育要有机的融入现有的教学活动 付给学生 老师和家长增加额外的负担 二是充分考虑学生不同阶段的认知和身心发展特点 还有地域特色等等 增强一些针对性 比如东中西部 民族地区 沿海地区等等 有区别 不搞千篇一律 三是倡导家庭 学校 社会联动 共同承担守护学生健康的责任 另外 我们也正在组织编写试用小 中 高年级学生的健康复养66条系列健康知识读物 通过动漫 小人书等形式 增加趣味性 让孩子们能够爱看 能看得懂 最终会应用 通过这些我们希望从小培养他们 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感谢观看